之前議員 小敏的事情有讓你拳頭硬嗎 有 我拳頭可能比邵龍泰更硬 因為邵龍泰講這些是很好 是正面的 因為邵龍泰希望藉由他黨主席 黨政平台發言 我覺得他講這些 翹到好處 恰如其分 我相信我們執政的官員 一定會聽進去 你說只要大家看到他的臉書 看到他拳頭硬了 就自己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他一定會在 每個禮拜三中場會 他一定會告知這些從政的官員 這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黨政平台 我覺得他講的這個 其實可能也不是 全序部長個人的問題 就是說越長期 這個官僚體系下來 你看他講到說 這個當時非安會的報告 所以我們這個事情 一定會查個水漏石出 就是說當初非安會的報告 到底是怎麼寫的 怎麼會讓那麼蠻憨的官僚體系 去做出那樣的決定 可是他因公性質 這已經是一個很明確的事實 對 可是他寫的是說有這個事實 但是他沒有講到說有達到那個 他的意思說 冒險犯案的標準 沒有達到冒險犯案的標準 所以這個蠻憨的 就是說這官員 官僚體系都是這樣 這些犯這些錯誤的事 事務官系統的時候 我們就政府官這邊有權力 有義務要去導證他 那麼當初來做這個判定的時候 到底是誰判定 這個應該要去追究 你覺得全區部部長 沒辦法管這件事嗎 當然有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管到每一件出來 都是由部長去裁決 可能分成負責 這最後要蓋印章的 對 或者可能分成負責 可能就是他下面的人就蓋了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看當初非安慰 這個報告怎麼寫 最主要決定這件事的是誰 怎麼那麼蠻憨 是不是因公 因為怎麼樣 已經國家有國家的續講 給這一位南丁格爾了 那麼就不應該再拘泥於那些細節 那些吃吃結結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總統在講這個很好 表示我們黨確實 我們黨有看到這樣子的問題嗎 我們不要忘了 蔡毅敏他已經入市中列池 第一個他有總統的包容令 第二個由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親自頒發的 是由慈悅慈善基金會 他們把他以特殊奉獻獎 南丁格爾獎 賴清德當時的行政院院長 親自頒發給他這樣的一個獎 這麼重大的一個事件 而且入市中列池 這麼重大的事件 那麼重大的事件裡面 他確實是因公性質 但是他的家屬要申請 因為因公性質有分六等 就是一到六等 他的家屬要申請最高等 就是冒險犯難 因公性質的最高等 這樣的一個撫恤 權序部嚴格的把關所有的撫恤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 是值得我們去肯定的 但是 但是如果你本身不去把整個體制 整個規章法律把它弄清楚 你卻去找一個不是很奇怪的一個東西 來去破壞國家的法典 這個權序部這樣做就不對了 那權序部的這樣的一個官員 處理這樣的一個事 經過層級往上送的時候 一個這麼敏感 一個入市中列池的蔡毅民 你權序部部長難道不去過問一下 第二點我要談到的一點在哪裡 如果根據我們的包揚令 包揚令它本身是一個法律 也就是說國家是用法律的方式 對於國家有重大貢獻的國民予以包揚 這是在我們的包揚條例裡面 民國71年的包揚條例裡面所定的 也就是說對於國家有重大貢獻的 這些國民 那麼國家用法律的方式來表彰它 所以它是依法律來做的 也只能用法律的形式 所以它的權利是總統的權利 根據包揚令第二條第六項 它的規定是這樣子 第六項 冒險犯難 忠貞不拔 壯烈成人 換言之也就是說 當總統把他的包揚令 給蔡毅民這位女士 這位南丁戈爾的時候 其實應該引用的 就是這第六條 應該用的就是第六條 所以總統就認定他冒險犯難 對 第二條的第六項 這是總統府所認定的 依法律形勢所認定的 你一個權敘部 你對於一個總統的包揚令 應該引用 再加上慈善基金會 由行政院院長賴金德所頒發的 這樣的一個南丁戈爾獎裡面 上面寫的就是冒險犯難 那你權敘部的官員 當你在審核這個蔡毅民的時候 你難道不會把總統的包揚令看一下 你不會把行政院院長賴金德 頒發的看一下 再去對一下 包揚條例裡面的條文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你可以這樣做 你怎麼會去找一個 非安的結果還未出來 說怎麼樣因公殉職 是不是冒險犯難 我覺得這個權敘部 你這個官員這樣處理 你這樣講 事情越說越說越說 沒有爭點 你這樣講 只是要把民進黨拖出來 再編師一次 我是認為這樣子 我沒有要編師你民進黨 是你卓榮太表達生氣了 南丁戈爾 這麼偉大的一位附近的犧牲 而且入市中葉池 總統已經頒撞 已經表揚了 確實這些在積極正面的 應該這個就是 應該最高位階的輔恤 可是過去不只這件事情 數十年來我們國家 不管是勞工 勞安的賠償等等 勞工 我們一般的普羅大眾 受到的委屈 這種事情屢見不鮮 就是官僚體系就是這樣 官僚體系就是本位主義 他沒有達到他認為的 所以他就判了 他就這麼決定了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件事要去追究 對 要去追究說 當初這樣子的批示 是到哪一個層級 如果到政務官的層級 那當然 周宏憲部長應該要負責 這樣子的批示 是到哪一個層級 如果到政務官的層級 那當然 周宏憲部長應該要負責 如果過去這樣子的輔恤 批示的都是到事務官 比方說到事務官的層級 就決行了 那麼這個我們也應該要給一個交代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任何事情 我們到底是制度出了問題 還是說官僚個人 少數的一些公務員 他的本位主義去耽誤掉 你把實質跟程序都混在一起講 當然問題 你就是要把民進黨罵一頓 那你們執政會罵你們 然後主席國畢島 對 當然 我們也該被你罵 我們也該以莫承受 我也一路也被你罵 我的意思說 你不能罵說 卓榮泰這樣子講不對 不是 卓榮泰如果只有這樣子做的話 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之前也可以做 江啟臣也可以做 大家都可以做 卓榮泰可以做得更多 這跟蔡英文 怎麼會知道他沒做得更多 沒有 這跟蔡英文講了 四個必須以後 然後呢 我們要問然後呢 對不對 現在是你們在執政 卓榮泰 這個 讓我補充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事情 因為我服務過兩屆立委 領導立委 金門立委的幕僚 事實上這件事情發生是什麼 是醫療後送 你看看是2017年 是醫療後送 對 是黑鷹直升機 要到蘭嶼去救人 是要執行醫療後送的業務 然後是什麼時間執行 是夜間 而且那天的天候不好 對 天候又不好 那是非常危險的 只有本島的民眾 事實上是不曉得這個 離島的苦 因為離島的責任 資源非常匱乏有限 如果你有重疾病 通通都要靠空勤直升機 空勤總隊直升機 派去離島 然後接回來 如果他沒有分什麼白天晚上的 因為生病不會限制時間的 所以這一次的執行任務是夜間 而且是危險的 剛剛老師講 所以百分之百 符合所謂的什麼 危險氾濫 冒險氾濫的條件 而且剛才講的 不僅是總統府蔡英文給他的包養力 連衛福部都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衛生獎章 非安會事實上初步的調查 已經出來了 所以總統府還有衛福部 也才敢頒發獎章給他 也才敢讓他入市中列池 所以說現在只是因為 最後的行政程序 全序部現在就是說 我要等到這個非安會 做最後的報告出來 正式的報告給他 可是問題是 這件事情發生這麼久了 你要叫這個家族等這麼久 情何以堪 最後我要講 最嚴重的後果是什麼 如果這件事情 最後全序部沒有同意 請問未來空勤直升機 誰敢 誰敢包含護理師 包含駕駕駛員 誰敢執行任務 對不對 現在應該不會發生這個事了 對 當然 我們不希望發生 我意思是說 政府的態度很重要 他們都已經深陷危險 然後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去做醫療後送的業務了 怎麼政府應該站在比較寬容 甚至比較放寬的解釋 然後速度要加快 你才能寬慰這些民眾 尤其這一位蔡毅銘護理師 我覺得是非常偉大 剛剛事件議員都講 是南丁格爾 所以這樣的事情 竟然脫成 拖成這樣 所以拳頭硬不是問題 問題是然後呢 我先不講解釋 那麼不可能 其實是夠靠陽 這樣子 其實見